大家好 我是哈罗先生 看一下哈 这个非洲不是不下雨 雨期的时候是每天下雨 从昨天晚上已经下到今天 现在呢我要出发去街场 接个兄弟 不是要回国 很多人说现在你还回国吗 今年 去年的春节 我就在这过了 看一下这个春联 哇 这个春联还在这贴着 马上就要换新的了 今年的春节也是回不了了 为什么 第一是航班很非常紧张 然后这样隔离时间比较久 如果是我现在回去的情况下 我在中转的地方隔离28天 然后呢回到国内14加14又28天 我回到我老家还是要隔离 所以说不给祖国添麻烦了 两年不回去了 也不知道 下次回去是什么时候了 就在这过年吧 你没有办法 所以说现在我们出发要去去场接人了 走吧就是走 走走拿东西走了 走 我还没有吃东西 完了那个简单的吃个泡面 简单吃个泡面 然后就出发了 行了 学校 学校你知道我们干嘛去吧 去你自己 叫我弟 对啊 出发吗 出发 走 走 接人的情况下呢我们得买上一束花 现在我们到这边 非常知名的一家 啊花店 我们继续看一下 我们在下轮里边 我们只有一种花 就是这个 白色 结婚的时候你在这买的是不是 有这个结婚的时候也是在这买的花 这边呢还在给我们转 然后我们包一下吧 你这种绿石 然后包一下 花好我们就飞走了 我这花给你包的挺疗骚啊 透明胶带都给你用上了 太幸运了 这工艺真的是绝对精湛 太专业了啊 啊花已经好了啊 我现在我们就出发 来自够来自够 下雨了 哎呀你吧 哎呀你躺好了 你就在这了 你就在这了吧 我悲欢离合奇迹又落落 那些难忘记 在心里 大嘎 啊 别怕还有梦想陪着你渡过 今天才说有多难过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抵达了机场 啊马上就出来了 我们现在在等他迎接他 看后面的这个 四个情况下以为到中国 其实这是非洲三比亚 因为这个机场 是中国 原建的 我们再去大家去看一下外面啊 哦 错了错了 哎呀欢迎回家 太有鱼身感了 太有鱼身感了啊 这我长这么大 对自己还是什么 这个瘦了 瘦了是吧 小五人呀 咱俩不来给你做点吗 过年了 过年了 可以做一桌的好菜 好嘞 走了 已经成功接待了谁谁 我们现在就回家了 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个城市的机场是特别小的 就像是类似于说我们镇上的小奇迹站 但是现在在开这个机场建的是非常的宏卫 所以我还是第一次到这儿来 这个机场也是非常骄傲 因为也是中国人建的 比如这这么多的国家 很多的大项目 很多的机场 很多的基础设施 都有中国人的颜色 都是中国人建造的 中国真的是极限狂魔 在世界这个角度都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人的颜色真的是 太狠了 太好了 但以前我们出来的时候需要半个小时一小时 今年我出来五分钟 五分钟 现在这个效率也是非常快的 两年没回去了 我之前那时候总是从那个小火站 类似于小火站的那个机场 然后飞回国 现在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的宏卫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从这边坐上飞机 去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我肯定有天我肯定会来到这里 肯定从这边出发 回家 走吧 回家吧 这边的空气退 退出发很凉快是吧 我因为下雨还可以戴外套 我看天气晴了 跟你穿过上了 我都脱了 那行 走了 走 回家